国际焦点还要带您来关心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利用飞弹还有火箭对俄国西部的边境城市 贝尔哥罗德发动了致命攻击 好来看到画面中呢可以看到的原本汽车呢是行驶在马路的中央 那么突然街前方就冒出了浓浓的烟雾 所有人吓得拔腿狂奔 就连汽车也跟着倒车了 甚至到路旁还有好几辆的轿车起火 那么建筑的窗户也被砸破了好几个洞 那么根据俄罗斯的说法 乌克兰这一次的攻击行动是使用了两枚的赤阳鼠飞弹 还有捷克制造的火箭 这也是莫斯科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国以来呢 针对俄国领土最致命的攻击事件之一